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我们有养猫啊 那在材质上我们有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预防吗 所以预算跟风格都讲得这么清楚啊 对 那当然很多细节 我们还是要经过很多的讨论 林玉如设计师将如何为小金和Kai 这两位三十多岁担任软体工程师的小姿女 有一百万不到的预算 实现他们新居设计装潢的梦想 包括了格局重新规划 夹制的天购 还包括了冷气空调 这样看似不可能任务的圆梦计划 要如何达成呢 一个高铁特区 极具个性美的精致工业风 温馨小宅就已诞生 而小金跟Kai的一百万 到底都用到哪些地方呢 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一百万全包之后 然后又看到空间这么有个性有主题 应该会觉得好棒喔 其实降临她的梦想又更进一步了 为了让这个空间看起来更有个性 所以我们在这个空间给她一个主题的颜色 加强这个空间的质感 OK 所以土耳其蓝就是这个空间的主要的颜色 对 但屋主说他们的工业风 要有点精致的工业风 可是认真说工业风如果少了粗矿 这一块好像味道又抖掉一点 所以我们在材质上 用了一些手脚 这个空间看起来更有工业风的感觉 干脆板呢它是比较能够表现出 工业风的感觉 但是它的质地比较软 所以在索五金的时候我们在这边 在板台跟板台之间加了木星板 让这个五金可以让它更牢靠 让我们的门片跟门片之间它可以更紧密 接下来这边 我要先给大家看一段影片 我刚真的吓呆了 好 来 他们家的妹妹 可以在这边整个这样子攀爬上去 对 其实工业风里面除了干脆板之外 不外乎是铁件 对 我们利用一些铁件 让整体的粗矿感觉更提升 然后因为屋主它会养猫 对 那我们为了要防抓 所以在门片上做了一些铁件的设计 让它可以就是 妈咪它比较不会去破坏到 而且屋内所有的抽屉柜门 都用缓冲五金防甲手的设计 体贴家人 也保护到活泼又好动的两只喵心人 我想对很多人来讲 100万如果全包做出什么温馨 然后可以离梦想更进一步的居家空间 大力都很爱 那我绝对相信 于如你在选材质上面 一定要帮屋主考量 而且要斤斤计较 在控制预算上 我在材质上 用了很多替代的材料 于如我们被墙上用的 它原本应该是在工业风里面 是清水模 对 但是整个工业风更浓入 但预算会比较精准的 对 然后再利用一些灯光的方式 让紧的清水模的质感更加提升 它有另外一种fue 对 打灯跟不打灯的感觉 对 在其他会体的板材运用上 我们选用的是一些科技板 那它除了是它科技耐磨的材料之外 它其实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它不需要涂装 应该可以速度更快 对 工期缩短 工程缩短 然后我们的费用的成本又降低 那主卧室的部分呢 主卧室的部分 我们在床头背墙上用了一个 跟整体空间能够串联的材质跟颜色 我们希望让整体的工业风能够串联 所以我们用了马来期 它的特性就是好保养好清洁 然后它又可以让整体的质感能够提升 说到清洁保养 千云也注意到了小金跟卡爱两个女生 似乎特别在意好事成双的观念 猫是两只 盆栽也要一对 就连扫地机器人也要相相对对 万人富贵 说是一台负责西城 一台负责拖地 很有小资女生的个性 都说女生爱shopping 更何况是两个年轻的女生呢 为了让室内17平的空间 拥有70平的瓶效 好用来收纳她们的选拼站立品 关于这一点 鱼汝她做到了 在这17平的空间 我给她四个收纳的区域 一个是从玄关开始 玄关我们给她充足的鞋柜的收纳量 然后再来是到我们的厨房 厨房有一个中岛吧台 因为一次性的厨房 其实不是这么的理想 所以中岛下方 鼓足了一次型厨房的不足了 对 在书房我们给她一个透气的衣柜 那我主回到家穿过的衣服 可以挂放在那个地方 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主卧室的收纳 主卧室的收纳 因为我们有一个转角的关系 所以我们给她了一个 不同的设计的门片 然后为了让这个转角 更好使用我们设计的滑门 这样子呢 它就可以让空间更好利用 我懂了 所以这个角落 平常很难用对不对 对 所以一个开门加上一个滑门 里面东西更好拿了 对 而且我发现啊 好用的地方在 里面有把柜子整个做到顶上面 很好用 开放的空间 除了可以放行李箱 也可以放更多的整理箱在上方 当然女生闺房必备的两面镜子 梳妆镜 还有隐藏在柜子里的穿衣镜 都藏在这个斜角柜体的空间设计当中 同时这个柜子还解决了我们床边柜的一个设计 屋主他在睡觉的时候 这边还是可以摆放他的手机 跟从事可以充电 所以这样子来讲说 他也省空间 对 也省了一个床头柜的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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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有超过的一百万的装潢预算 林渔入设计师是怎么完美分配的吗 一 家中所有的装潢建材都有包 二 敲墙衣橱原先的隔间 三 浴室内洗手台还有浴柜的更换 四 所有屋内收纳充足的柜体也都包括了 五 所有的家具窗帘还有软件通通包 六 还有三台分离式空调冷器 当然设计费跟监工费也含在内了 怎么样 是不是物超所值呢 小自衣烛或者是手购族的你 听得心动了吗 ALONE 如果要是发生我的相容 如果你有没有消失了 看你的几次 好防止 小出 đây 大好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